你好我们是爱生活爱旅行的福旺家 现在大家知道长途旅行不方便 那么我们就到距离家不远的 一个小众又美丽的地方 头身大自然来一场身心愉悦的小旅行 大家也跟着我们的镜头 去看看我们这里秋天的景色 枫叶红了的样子 我们来了 特别美 现在啊 正是吃螃蟹的好季节 小妹准备给我们增螃蟹 增螃蟹 那我们就聊一聊刚才说的话题 其实大家关心的冬季房车旅行方便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我先说一下我的房车旅行理念 我觉得呀 房车旅行就应该追逐季节的脚步 找到气候条件舒服 温度适宜的地方去旅行 干嘛非要去很冷或者很热的地方呢 咱们的祖国复原辽阔 无论哪个季节都会有气候条件好的地方 适合旅行的 就在当地最好的季节 到那儿自由地沉浸在当地的生活中 还少不了当地美食 多爽啊 天冷的环境住车 大冷天 车里睡觉 你关心的所有问题都不存在了 自由自在地游山玩水 逛吃起来多爽快 就像去年冬天到今年初春 我们都是在温暖的福建和广东一带度过的 就非常舒服 而且对于我这么爱美食的人 当地的风味小吃美食 满足了我的胃 广东潮汕牛肉火锅 让我念念不忘 现在想起来也会流口水 广东美食特别多 水果也好吃 品种多 而且我印象比较深的 是他们吃水果的时候 时常会蘸酸梅粉 这个吃法还挺新鲜的 广东各个季节都有应激水果 荔枝啊 桂圆啊 红橙啊 芒果啊 好多好多 前几天我和小妹聊天 说潮汕的临情果 现在正是好时节 好想吃啊 然后没想到大鱼在旁边听到了 儿子默默地给我网购了一箱 给了我一个小惊喜 对儿子买的 咱们尝一尝 小妹切好了 看这果肉有点像这个 牛奶冰淇淋的感觉 潮汕出产的这个临情果 特别好吃 入口的感觉极其腥甜 可甜了 特别甜 喜欢吃甜的水果的朋友 一定会喜欢 超级失口 所以这就是房车旅行的优势 哪里的季节最适宜 就到哪里去旅行 哪里有应激的 好吃的就可以敞开了吃 所以过段时间方便的时候 我们也会继续南下 寻找一个温暖的冬天 当然如果你特别喜欢挑战 就想在冬季的时候去东北 甚至去大型岸岭 那就要关注冬季的时候 自驾房车旅行 有哪些注意事项 对于房车来讲 进入冬季的影响 主要是温度是否在零下 首先零下呢 一定要放掉所有水箱里的水 包括水管里的也不能残留 否则就会冻坏 其次寒冷天气 在车内睡觉 目前房车大多有 助车燃油加热系统 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 也能把车内温度呢 加热到一定程度 我自己曾经在零下4度左右的 这个室外环境住车过 然后用了两三个小时 小门那时候两三个小时吧 对对对 所以温度能达到20度左右 对 但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东北 是否能把车内温度提升到这个水平 我不知道 看起来这个方法可以把车内的温度提高起来 暖和了 睡觉就没问题了 其实啊 我觉得助车燃油加热 昼夜使用好像不一定合适 我没有这样使用过 因为它在使用过程中会采成液氧化碳等有害气体 风向不定的时候呢 有可能在夜里吹到车里来 就可能有一定的危险 那还有朋友说 可以用空调啊 在零下二三十度的环境下 不要对空调抱有幻想 空调的作用微乎其微 同时大家想想车内没水的生活 我感觉就特别不舒服了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大家自驾房车的旅行 还是过候鸟式的生活 大家对冬天来东北旅行有什么经验 或者好的方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小妹儿螃蟹好了没 好了 吃螃蟹咯 吃螃蟹了 秋天呢 是吃螃蟹最好的季节 九月 元期十月间 迟熬饮酒 菊华天 九十月份的河蟹呀 黄满高肥 肉还结实 特别好吃 哇 谢谢 这给大鱼 全是黄啊 好烫手啊 这个公子也有高黄 这个季节就是特别肥 太棒了 我特别喜欢秋天 满眼的色彩缤纷 迎面的清爽秋风 纯净的天空和清田的空气最迷人 现在我们都不方便出行 那就反向旅行 在自己的家乡体会秋天 这就是旺家房车生活 如果你喜欢 请关注并长按点赞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